9、19 XVIII CN, 4 是啊 你也是去師谷索高市比賽 就直接, 目的地是一樣 連到海 是的 我們自然是競爭的對手 不過現在先好好相處一下 好的 又豈會不知道 我知道, 我還知道 你真正的目的是甚麼 這個人, 他到底說知道甚麼呢 厲害, 這麼容易就抓到了 好吧, 讓我再抓 但是完全不知道魚在哪裡 要留心觀察才行 這樣, 自然就會有發現 厲害 不要只靠雙眼 還有聽覺, 觸覺, 抽覺 一定要利用細部的感官 陀螺對戰也是這樣 你說得沒錯 鹽放得剛剛好, 很好吃 這些東西都是阿袁教我的 阿袁? 是我朋友 他維修陀螺其實是一流的 而且做東西還好 不是嗎? 照樣看, 你應該有很多好好的朋友 阿奕, 你也有個好朋友 沒錯, 是一個我很重要的朋友 謝謝 謝謝 阿奕, 你說你知道我的目的 這麼說甚麼意思 我又說過這種話嗎 你當時的確是說 到明天我們就要比賽了 好, 早上要好早起床 快點睡吧 阿爺 各位, 是不是很心急嗎 不過比賽很快就開始了 沒想到一開始就已經鬥得很燦爛了 去吧, 大… 長辭聰, 聶豹隊 一開始就激戰亂場 究竟哪位選手最後會贏呢 進決賽很快就有了結果 能夠進入決賽的人 就是這麼久以來都沒輸過的 長勝選手, 江銀河 和雖然沒有名氣 但是實力相當強勁的大鳥爺選手 準備好了沒有?大鳥爺 我準備好了, 江銀河 我們要全力對戰 我也希望你會這樣 在這場賽事上勝出的選手 WBBA是會獲一千分給他的 好, 請現場的朋友一起喊吧 準備好了 3、2、1 GO SHOOT 沒想到 大帝蒼蠅的防守很穩固 彈起聶豐天馬 趕快去 聶豐天馬圍著大帝蒼蠅返一絕 是不是在灌察著敵情呢 倫盤很堅固 靠上底盤一份厚度 大帝蒼蠅的持久力和防禦力兩者兼佩 真的是很難應付 拖下去我們很難贏 趁著聶豐天馬更有力 速前速決解決他才行 去呀, 聶豐天馬 烈蜂天馬連續發動猛烈的攻擊 大地蒼蠅能撐住嗎 烈蜂天馬救災狂攻 大地蒼蠅大危機 危機? 聽著, 有危, 先有機 大地蒼蠅 烈蜂天馬被彈開 想不到大鳥翼主守 竟然在薩拉間出危機 變成了機會 這樣? 危機的反面就是機會 銀河 怎麼辦?有甚麼辦法 沿路很開心, 銀河 沿路? 要留心觀察才行 這樣自然就會有發言 對了, 我要冷靜點想想 大地蒼蠅速度不夠烈蜂天馬快 因為防守穩固所以重了 對了, 我知道怎麼做 來吧 大地蒼蠅被越拉越遠 烈蜂天馬的速度現在一直這麼升 烈蜂天馬 烈蜂天馬, 這樣就對了 還要再快一點 大地蒼蠅始終不夠你這麼快 現在, 輪到我反擊了 烈蜂天馬要反擊了 對大地蒼蠅寶寶寶寶 烈蜂天馬, 從後面逼人大地蒼蠅 大地蒼蠅很輕巧地避開了 怎麼會這樣? 烈蜂天馬不再跑了 大地蒼蠅好像隻鷹一樣 在搜尋獵物地圍著它不斷轉 大地蒼蠅 大地蒼蠅不斷撞擊 把烈蜂天馬當成沙貓一樣 不知它從哪個角度攻過來 想避都避不了 怎麼算好? 攻擊真是一浪接一浪 你風天馬有危機, 大危機 郭銀行損失的長勝之路 是不是在這裡就完結? 那煞蜂的爆發力究竟是什麼? 它比較重, 怎麼速度還可以這麼快? 不知它從哪兒發動攻擊 如果可以, 看出它發動攻擊的時間 這些聲音 不要只靠雙眼 還有聽覺, 觸覺, 抽覺 一定要利用我們全部的感官 陀螺對戰也是這樣 可以了 沒錯, 我應該要用所有的感官去感覺它 聲音、氣流都要好好感覺 銀河選手忽然全靜了 是不是沒辦法 所以就心灰意冷完全放棄了呢? 我要運用全部的感官 那裡 停…停止了 大地蒼蠅的攻擊停止了 怎麼會這樣? 烈風天馬怎麼快解攻擊? 抓到你了 大地蒼蠅 大地蒼蠅應該受傷了 烈風天馬扭轉了劣勢 不過雙方已經很累了 速度已經慢了下來 到了決勝負的時刻了 現在應該還可以 那就要看過才知道了 我會集中所有力量在這招 蒼蠅 鋼蠅 鋼蠅 烈風天馬 大地蒼蠅 用它的鋼鐵之翼進行攻擊 這招是不是有效呢? 大地蒼蠅的軸心比一般的陀螺軸心 都長很多 就是說 大地蒼蠅最擅長的絕技 就是有上而下的攻擊 銀河 你打算怎麼化解這個危機? 危機? 危機的反面就是機會 銀河 對了, 有危就有機 去呀, 烈風天馬 generated 很有效 隨便 是聶風天馬贏了 只是剛銀河小秀勝出 來吧 果然厲害 但是多虧阿易你 阿易你 難道他故意三番四次 這樣來提示我 這樣也算是贏了嗎 阿易他根本沒有認真對戰 他只是試我和聶風天馬 有多少實力 但是究竟為甚麼 今天勝出的郭銀河選手 會得到一千分之多 恭喜 這樣, 其他選手都要努力 大會的口號是 GO, 河羅秀大戰 你有甚麼企圖 怎麼會給我這麼多提示 你錯了 我根本沒有給你任何提示 阿易 告訴我你究竟是甚麼人 就是陀螺手 和銀河你一樣 我希望可以在其他賽事 再次跟你對戰 大鳥爺 大鳥爺 你甚麼人 是陀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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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